像这样每天骑一趟单车 每个月就可以减碳5公斤 为了鼓励民众 透过搭乘、捷运、公车、客运、火车 或骑乘U-Buy等大众运输工具 一起来减碳 基北北桃市是共同举办的 我的减碳存折全民运动抽奖活动 4月8号起跑 由于活动奖项 从去年3个月50个奖项 大幅增加到今年每个月7000个奖项 其中月月抽活动 只要每天搭乘一趟 大众运输 就有机会抽中日本来回双人机票 活动开始到现在才一个多月 就已经吸引11万人参加 减碳量达3730吨 成果超乎预期 像是公车、捷运、U-Bike 这种大众运输 然后出门累计减碳量 然后就可以参加我的减碳存折的 一个抽奖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奖项 有高达7000份左右 每个月是每个月都有7000份 民众只要加入悠悠妇 然后绑定记名悠悠卡 然后搭乘基北北桃的大众运输工区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些大奖 或是一些相关的优惠 那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参与人数 也突破我们的预期 已经突破11万人 对那我们也欢迎 我们非常感谢民众的支持 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尽快加入 因为你现在马上加入 你就可以获得更多抽奖的机会 因为现在加入我们后续 还有连续8个月的一个抽奖 北市府也首度公布 各类大众运输工具可达到的减碳数量 呼吁民众净零碳排就从绿运输开始 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跟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去计算出减碳量 那它是有经过一个国际认证的 那每天骑一趟单车 每个月可以减碳5公斤 那每天搭一趟公车 可以每个月减碳8公斤 那捷运的话可以减碳10公斤 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范围 还有包含像是那个台铁 它的减碳量更高 除了提供丰富奖项 鼓励民众多多使用率运输 今年还号召更多企业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减碳 包括赞助奖项 鼓励员工加入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分享减碳回馈做法 还有内科等近200家公司 加入模范企业示范区 交通局长谢明宏 更亲自拜会的台数等指标性企业邀请加入 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带动全民减碳 企业参与的状况也非常的踊跃 因为我们今年大概才短短的一个多月 就有200多家的一个企业来加入我们 这里面包含有20几家 他们是来赞助我们这些丰富的奖项 提供一些就是奖品 那他们也是长期关注这些减碳永续的一个议题 那另外也有一些企业他们是来分享他们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措施 来展现他们减碳的努力跟企图心 那另外还有部分的企业也有加入我们这一次 像是内科还有宝高还有华雅园区的模范企业的一个行列 然后鼓励他们的员工透过律印书来做减碳 我们希望跟企业的合作来带动这个全民 所以说这次跟以往特别不一样的话是企业的参与 那我们还是会陆续找一些企业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推动 例如我们前一日拜访台塑企业 台塑也答应他们整个包括集团的一些大的公司 怎么久的上市贵公司都愿意来跟我们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想有些企业来带动的话 对我们整个空情的运输的帮助 我想那个会更有帮助 一般的市民当然可以 但是大的企业它有一些指标作用 这个我们还是陆续会寻找大企业来共同期 台北市交通局方面预计 今年我的减碳存折活动目标能达到30万人参与 总减碳量达2万公吨 向由北台湾开始带动号召全国更多人加入生活转型行列 为净零碳排尽一份心理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